嗨,我阿勋 这几天好大雨 我们接了非常多的电话就是 客人朋友的车漏水了 而且里面有好几通电话都是K12 我没有要攻击K12 只是这车真的遇到太多漏水了 快速的跟大家分享就是如何自救 蛮多电话都是中南部的朋友 他们没办法立即前来 因为又有上班的关系 他们这样会很不方便 那他们又不知道去哪里查修 我简易的快速分享就是 我们过去的经验 他会从哪些地方漏 然后你可以看完这影片 大概去找你附近的保修厂 请他们就是做这样的查修看看 通常会有哪些地方漏 我现在讲这个查漏的整套方式 不是单独只有这台车 可以应用到所有的车子 天窗四个排水口 你要看有没有堵塞 因为如果上面有漏的话 通常现象就是你的顶棚 这个边边角角会湿湿的 那如果你没有天窗 但是你的顶棚这个四个角 也湿湿的 那有可能就是你的玻璃胶条 的上面两个角有漏 那为什么会漏呢 有可能防水胶条 或是这个玻璃啊 它里面的这个结构胶 有破损有间隙 才导致这个雨水 慢慢的渗到里面 你的这个顶棚才会湿湿的 第二个呢 玻璃下面两个角 有一些车它下面这边 长期就是积满了很多脏屋 积久了有时候这边的水 就排水不良 这边都会变长期积水 你看它这边这边水就排不掉了 那这边呢 我们也有遇过生锈的 生锈或是这个板件 它有缝隙或有裂痕 都藏在里面 这是你看不到的 万一漏这几个地方的话 会比较麻烦 因为这需要拆玻璃 后玻璃也是比照的方式 这样去检查 再来就是车门 它这个防水胶条破掉 这叫外水切 可是这台车看起来好好的 里面有一个叫做雨布胶 就是内门板拆开里面有一个透明的防水胶布 那个就是在纸漏 就是雨水漏到车内的 那有可能是你的雨布胶破掉了 所以才导致水漏到里面 像我们车子叶子板里面 或是我们车门关节里面 它都会有这种电线 你们可以看到这个塑胶的防水盖啊 有可能过去有改过线路干嘛的 那它有钻过孔干嘛等等之类的 导致于它就有点破水 那当雨一大的时候它排水不及就有可能从那个洞洞里面 渗到你的那个内装 大致上就是从这几个地方会开始出现漏水的现象 那当然还有底盘 不过底盘的几率比较少 除非就是在车有发生过事故 它就是有去撞击到 那过去呢这个板筋可能没有处理得很好 所以也会从这板筋的缝隙跑水进你的内装里 好我们刚刚说完前面的车身部分 那后面呢这几个地方就是也有可能有漏水疑虑 第一个就是说如果你有装尾翼 因为有一些车的尾翼啊 它会钻洞 那这些洞呢也有可能都是漏水一个原因 再来就是还有后尾灯 后尾灯它后面有一些螺丝对锁的孔 然后这些当中也会有垫片 这些橡胶垫片久了也有可能它会均裂 然后一样开始产生嗅死 然后甚至到漏水 为什么会嗅死 是因为有时候这些地方水黏久了 如果刚好这台车板件又不是特别好的话 它久了就开始有嗅斑 到后面就嗅穿 然后呢 车有时候久了 灯这些拆拆装装的 这些垫片跟橡胶 它压很久了也都会变形 所以这都会影响到它的密封度 久了久之 这都会从这些缝隙 跑水进你的后车厢 所以后车厢呢大概是这样子 刚刚说完这些有可能会漏水的点 接下来呢 你就要一个一个的去测试 你不能一次大面积的测 因为这样子你会不知道说 问题从哪里发生的 那首先呢 你要先拿出一个低压的水管 再一个工具人 这个工具人呢 举例如果我要先测这个门 有没有漏水的话 那他就要先坐在正架里面 然后他还要拿个手电筒 然后去造地毯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拿出这个水 让这个水一直流进这个胶条内 我们要先看看这一个车门 里面的这个防水部 有没有出现问题 这个车门有进水的话 他应该就会从里面的迎宾踏板 慢慢的就会进水到你的这个车内地毯里面 这个车门呢 就是这样子 四个自己去测试 就是都检查下面的缝隙 有没有跑水进去 第二个就是说 天窗也是一样 你要去淋它 你可以测四个角 比如说我先试这个角 这个工具人呢 先坐在正架 然后往顶棚上面看 看有没有滴水或是开始变湿的状况 那其他四个角就是 如果我要测左后 他就坐左后 右后他就右后 就像这样 没有什么很麻烦的 我再来换这个玻璃 玻璃一样 他如果我要测这个角 他就要坐在这个正架这边 然后右上角一样 副架 如果我要测这个角的话 一样也是要在正架跟副架 然后看你的地毯 如果他是从这边漏的话 地毯他进水的方向 应该是从你的防火墙那边流进了 如果是你的这个天窗的排水孔 那他就是从上面 当然啦 他也有可能是从下面 他这条排水管 我不知道他是从这边漏 还是这边漏 还是从中间 对那管子有可能中间有破洞 也都不一定 最糟最糟的情况是 搞不好你的天窗本体 下面结构有锈死 所以他才从天窗的结构开始进水 这都有可能 那后面呢 就是也是一样 你就这样去领 然后你一样 这个工具人就往上面摸 看一下这边有没有进水 他是从这边漏的话 他就会跑进你的车厢里 这时候你就可以看 你的后备胎桶里面 有没有变成一个小鱼池 如果说万一是我刚刚讲的 就是你的车门的一些防水塞 从那边漏的话 这个就比较麻烦了 因为这有可能 你需要用到高压 因为你要去冲这些缝隙 他力道会比较强 他才能去看看 是不是从这些小缝隙进水进去 那以上呢 就是可以再加自己简单DIY 自己去查肉的方式 基本上为什么查肉都一定会比较贵 也不是说比较贵啦 就是说他们一定还是要收取一定的工资 原因就是因为他很花时间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有一些东西你不拆 你是无法去判别的 对你看哦 像我刚刚这样领 这都是外在的 但是当我们领完 然后发现这边有进水的时候 我们就要开始拆 那这个拆装都是要收取工资的 再进一步了 搞不好如果里面只是简单的排水塞更换 那就还好 那如果你是里面锈食的话 那这时候板金的费用 一定是要你拆开来看到实体 你才会知道说 这大概是要花多少钱 多少时间 然后用什么样的技术才能维修到好 所以其实常常有客人问我们说 茶肉要多少费用 其实这很含糊啊 因为我们没办法隔空抓药 我们没看到实车 然后而且我们自己都没去测漏 我们根本是没办法讲 这个需要多少钱的 我们只能说你来到现场 我先用这些简单的方式 先测测看 那如果说再测不出来 又要再继续往下拆 或是花时间查 这就是需要花我们的时间 所以我们就会收一些公本费 我要跟大家讲 像最近豪大雨 有一些车主他忘记 关窗物导致进水 或是说他的车有点半泡到水 那水溢到地毯里面 可是他引擎是没有吃到水的 是正常还可以发动 这个车内地毯 如果万一像刚刚你看那样 已经整件都已经撕掉了 而且压下去全都是水 我跟你讲你只能拆了 你没有其他的选择 你不要觉得说你这样吸 吸得干 那是完全吸不干的 而且你再不赶快处理 你这些水等一下让你车内下面的这些电线 甚至严重到电脑受潮 到时候你会花更多钱 如果说平安无事那还不打紧 但是呢这个放久你就会有霉味 久了产生锈食 然后整个味道都是惨不忍睹 因为你要知道喔 我们淹水的水 那是很脏的水 那里面是可能水沟啊 一些水满出来的 你看你可想而知那些水是多么脏啊 多少细菌啊 所以你一定要赶快把车去做处理 千万不要觉得说我吸吸擦干就没事 没那么简单 这台车已经把这个车内的地毯拆光了 这是它的正面 就是平常大家在踩的那一面 然后这是地毯的背面 地毯最麻烦就是这个背后的这一块杂花棉 这一旦吸到水啊 你要让它在车上干非常难 而且这些地方根本也晒不到太阳 这就像晒棉被一样你知道吗 这个杂花棉你看它是这么厚的 而且很多层 你放在那种阴暗的地方 这是根本是不会干的 而且你的车下面的底板 你没有把排水孔打开 甚至有些车没有排水孔 那水也是散不出去了 所以这时候你的下面就很像一个沼泽 一些蟑螂细菌 就是从这边开始滋生的 今天像这台八代 它遇到这个情况了 我跟你讲 它也是只能拆地毯 这别无选择 而且拆完地毯 我会建议你就直接把车内全部洗一洗 对 不要针对只有地毯去做清洗 因为你都已经拆到这么大工程了 做圈套了 就直接把车内洗一洗了吧 所有的帐屋 我相信这时候应该全部都会裸露出来 刚刚说完地毯 如果你的车又泡得更高 泡到座椅的话 这座椅的背后都是很厚的海绵 我们自己实测 这样整张洗完 你要它整张干哦 这至少至少要两个礼拜 非常久 有一些车的海绵 它的里面的设计又不太一样 所以简单来说就是 如果可以千万不要泡到水 如果你真的泡到水 这真的会非常麻烦 你内装一定要全部拆洗 而且一定要擦干净 不然到时候车内 到时候会产生更多的异味 再来就是你的漏水 一定要去检查 看是哪里出了问题 那在看这部影片的朋友 如果你的车没有漏水的现象 我会建议你 你自己天窗的排水孔 也要定时的去做清洁 因为这些东西是无形的 你平常不会去注意到的 如果万一真的被你给堵到 我跟你讲 你上车才发现淹水 我跟你讲你头会很痛 好那大家学会了吗 对这个影片里面有很多的知识内容 你一定要学起来 这一定会帮助到你们 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分享 我是阿勋 我们下次见 拜拜 左边呢是我们的推荐影片 右上角是汽车一美的官网连结 如果你想要了解 独物项目还有洗车产品 欢迎点选哦 如果你也喜欢洗车的话 欢迎加入我们汽车一美的社团 下方则是汽车一美 还有我个人频道的连结 欢迎你们订阅哦 最下方的小字卡 是汽轧一美的各种联络资料 欢迎和我们联系哦 我们下次见 拜拜